同學很用功 來了都不會白來 說我不善言辭 對佛法還受不上碰打 光這句話 就很嚇人 然而當我們看到父母 甚至一些要好的朋友 有煩惱之後 我還是希望給他們一些時機的幫助 但是他們對佛法不太能接受 我又無法清楚的講解 那是否能夠用誦經拜餐的方法 給一點點幫助 簡訊他會煩惱的壓力 這樣做的實際效果又如何 最後那句話 實際效果又如何呢 這個很難說 決定如何 我可以告訴他 大的話 大到無限大 那小的話 小到不通一樣 那就要看你怎麼去用功 我在講那個菩提心修藥的時候 我提到一個叫做慈喇媽的這個人 這個人他不是什麼 不是什麼再來人 最近達爾喇媽有這麼一段文 好像特別是衝著這個福治的因緣 他又講了一段話 他說乃至於我們藏傳佛教 不要漢人在一天到晚講活佛了 我們藏傳佛教從來沒有活佛 這樣子的概念 我們從來不敢自稱是佛 那更別說有個活佛跟死佛 這個差點 所以他說了這樣 再來就是說 好吧 哪怕有所謂再來的仁波劍 一世二世三世的這種 然後他講的更勁爆 他說那都不一定是三世世 那都還有錯 那麼這個呢 我們如果去看那個十四世的達爾喇媽 之前的十三十二 一直往前推的話 有人去做了這樣整理 其中有好幾次的達爾喇媽 看起來怪怪的 但是呢也是得要pass過去 那也就是說 其實我有講到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轉世制度 其實他不是那麼精確的 他有透過做夢 撲掛 還有預言 還有臨終前的預告 還有抓揪 還有抓什麼呢 抓法器 好多好多好多方法 還有去做夢 還有呢 不同的例子 夢到不一樣的方向 然後再去找 找回來之後好幾位 好幾位之後再一起訓練 訓練完了之後再抓 再抓揪 有的是用抓揪 有的用捕掛 有的用抓法器 所以有些看起來還真的 嗯 沒什麼可疑惑 但有一些就在模擬之間 那也沒辦法 你知道原因是什麼 因為他必須要有人集成 這些信徒們都在等待 下一世的法杖part 2 這樣的時候呢 法杖part 2還沒有產生出來 你們就會散光光 那這影響到一個道場的延續 所以非你要弄出一個part 2 才可以 你了解意思嗎 這是在那個環境底下 他勢必要的 勢必要的 你給我一個理由 我就相信 隨便你給我一個理由 都可以 哪一個人就是理由啊 你推出來我就相信你 你給我一個理由 人很常常這樣 你比如說 在政治當中啊 誰被抓去關了 結果推出他太太出來 他太太本來只是一個什麼 家庭主婦 對不對 誰死了 因為被抓去關 或者因為自焚而死 我在講哪裡 你知道嗎 那麼自焚而死 他就對他太太說 他太太是一個音樂家 什麼 那個轉移作用 然後那個轉移的作用 也做得不錯 他就最後也就真的 像做了一個政治人物一樣 為什麼 因為眾人所期待 你就會被塑造了 所以所謂的活佛 很多情況是這樣 所以大家喇嘛才會這樣講 哪怕是第幾次 第幾次的人波切 那都要你自己觀察 他已經講得很夠含蓄 如果你在看到他私下錄音的 人家偷偷給他錄 他是罵到哭 那情況就又更多了 因為我不好公開講太多了 總而言之就是說 就這裡 所以 你為什麼講到這裡了 就是你剛剛講的 老法師的事情 哦 效果 哦 對對對 在講效果 對 就要講效果 那麼就是 那位喇嘛呢 那位喇嘛 並不是什麼再來人 但是他修自他患 這自他患的法門 是印度的法門 就是印度當年阿底峽尊者的法門 那麼用自他患的法門 結果呢 他修自他患 修到什麼程度 他正在講經 外面有一隻狗 那你要講經的門口 都會有人開始 怎麼樣啊 賣冰淇淋啊 提武灌牆 這樣子 台灣的廟會 很新鮮這樣 那炸傳佛教沒有吃素嘛 就有各種的烤肉啊什麼 那狗狗就會來 流浪狗就會來 那來的時候 有些身體很髒啊什麼的 那他為了要維持這個 這個 這個獎經說法的殿堂乾淨啊 會派兩部糾察在門口 拿了棍子 狗狗不要過了 這樣 那有一隻狗不信邪 想說 你也可以進去 我都不可以 那不是眾生平等嗎 為什麼你看我狗 我就不能進去 他硬要進去 那個守門 那個狼媽 一般都是比較凶悍一點 叫你不要 你不要 你衝傷 就是跟他趕 趕了三次之後 他還硬闖 氣起來就打 一舉手要打的 慈喇媽就看到 他這樣 不要打 腳太慢 一打下去 狗狗呢 嗯 What's matter 發生什麼事 只是這樣 慈喇媽從桌上 從那個獎 獎台上面摔下來 然後 人家說 那是什麼事情 中風還是怎樣 很嚴重 我說沒有 我被打了 我被打了 怎麼可能 怎麼你被打了 你不信 把我的衣服撩開來看一下 一條紅線 然後就把那個打狗的那個 那位喇媽的那個 棍子拿來比對一下 還真的耶 匪夷所思對吧 現在大家有量子力學的觀念就知道了 不會匪夷所思 你觀察到的世界都不是固定 是你的心所看到 他是可以隨著你的心轉變 沒有哪一個物質世界是可以離開心的 換句話說 心不一樣 他的世界主觀的就是不一樣 那當他做自他患的時候呢 那當然那隻狗就是跟他已經自患了 那跟你無關 那是跟他的主觀環境無關 所以會被打下來的是慈喇媽而不是你 這我在當年大三升大四的時候 還是大四要畢業的時候 我寫一篇論文 就是所謂的 所謂的那個 有一個Sigma 那麼一個Pi的這個函數 那上面是從0到無限大 下面是怎樣 然後會得出一個什麼 一個量子的函數 這當中沒有一個這個等號兩邊呢 是要看參數 把參數放進去結果就會不一樣 這是很早以來我們就知道 也就是說對物品做觀察的時候 做觀察的時候 對物質做觀察的時候 這個被觀察的環境就被改變 除非你不觀察 你只要觀察它就改變 有什麼意思 這是量子力學上已經是一個常識 是一個常識 但是我把它解釋成一個物質的概念 也就是說 心投入觀察之後 每一個人所看到的環境是不一樣的 宇宙是不一樣的 結果我當時被打了大差 那些學物裡的人怎麼可以接受 宇宙是不一樣的 那他要玩什麼 沒得玩的嘛 是不是 那 那就怎樣 那就低分過去的那一刻 很不爽 那現在到處都在證明這件事 最近還有一個實驗很有意思 你這裡有面 用我這個好了 嗯這樣 有一個實驗很有意思 繞色實驗 更嚇人 更加嚇人 更加嚇人 繞色實驗是這樣做的 我們知道什麼叫繞色 繞色就是說 光呢有兩個性質 一個是粒子性質 一個是波動性質 那麼如果是波動的話呢 它就會互相繞色 就會造成光雜 但是它如果恢復成粒子狀態的話 它就是一個單點 這樣 那到底它一個單點呢 還是要用光雜 那就要看兩道光之間的關係 一個簡單的解釋大概是這樣的 因為這兩道光 兩道光它可以 我會讓它不互相影響 不互相影響 那就是成為點 結論就是一個點 但是呢 如果 如果呢 如果呢 如果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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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讓這兩道光 稍微有一點點相位差 你這裡有沒有讀物理啊 沒有 相位差就是說這樣講 就是說 當我描述光的時候呢 它的相位啊 就是所謂的相量 一個是像這裡 那個也會像這裡 那如果呢 一個這樣 一個這樣的 一個這樣 一個是這樣的 那就兩個相比消 兩個光都到了 但是呢 互相比消 那就變黑的 就這樣 懂了吧 這樣很容易懂 這樣 不要說我糊弄你 那叫做光的相位 用相量表示 這樣 所以說怎麼表示呢 那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它就會一鳴一鳴一鳴 一鳴一鳴 當年呢 當年也只是說 估計 光應該是一個點 結果後來產生呢 產生這種 所謂的有相位差 然後產生這個光雜的時候 最後就把光子 當作波動 函數 這樣看 可是最近呢 有人呢 繼續去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 他做了一個很可怕的實驗 怎樣 一樣 兩道光 從一個光源當中打出來 讓他走不一樣的路 走不一樣的路 打進來的時候 他有考慮到相位差的問題 讓他同一個時間呢 整合在一個地方 那就相互干涉了 相互干涉了 那個故事 真正那個實驗的那個細節啊 我沒有去 我沒有去 我沒有看到那個原文 但是有人描述 他是這樣講 他說 兩道光 一道光過來 被拆成兩道 然後再整合成一道 然後互相干涉之後 在這一面鏡子 在這個透鏡當中 在這片螢幕當中 完全看到了 什麼 完全看到了 繞色 然後 當他透過去 因為他只是一個半透明的布 他透過去 透過去 然後這樣透過去 那這就是結論 這就是結論 意思是什麼 這個光 這一面布上面 所表現出來的光雜樣貌 是由這一面布 以前的所有光的行為 所決定的 我再說一遍 接受嗎 接受 在這一面布上面 所表現出來的行為 是由在所有的光子 進來之前 他們的一切行為 所決定的 我再說一遍 接受嗎 接不接受 你不接受 也得接受 不然世間怎麼有因果 對不對 這是他的因嘛 造成這個果 對吧 你不接受 對 下面精彩 當年也是做到這樣而已 居然有人想到一個新方法 那這個新方法想起來很可怖 佛法多精確 你看 但是他用的不是一塊完全擋住的 的木頭 他是用一個可透 可透光的 一個螢幕就對了 所以你可以在上面看到這些行為 但是呢 所有的原因都在這一面白布之前完成 對吧 但是他還是透過去啊 也就是歷史的事件 經由這個原因之後 在這裡被你攔截看的一個現象 但是歷史還在繼續發生對吧 對不對 對不對 啊 精彩的來了 精彩的來了 我拿一個凸透鏡 我在這個螢幕的背後 攔截他的螢幕 他的光 可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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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可以啊 可以 是在這個螢幕的後面攔截 對吧 對不對 你想 有沒有理由影響前面這塊布幕 表現的樣子 有沒有理由 有沒有理由 怎麼沒反應呢 剛剛還是跟我說 有沒有理由 有沒有理由 沒有理由 沒有理由 對啊 沒有理由 我們有沒有可能回到過去去殺死爸爸 然後讓我不要出生 生命好痛苦 又不能自殺 不然就回到過去 把爹給幹掉 這叫做因果悖論 有可能嗎 對不對 是不是 我們不要玩那件事情 都能那麼複雜 還殺人 不可以啊 這是一個想像 但是這個量子的糾纏狀態 很可怕的是 後面攔截 居然造成前面螢幕變化 哇 那就意味著什麼 我可以在歷史的事件之後 改變歷史 對啊 這片布 是歷史啊 已經是一個現象 烙定了嘛 對不對 對不對 那他要穿透 歷史事件繼續再發生嘛 對吧 那繼續再發生的時候 我在事後 對他做手腳 居然影響到 之前的事 這因果就被破了 把那些科學家嚇壞 我們暫且不說這件事情 最後要用科學怎麼解釋 我只告訴你說 問說這個實用實際效果有沒有用 有用 因為你的觀察 改變了他的永遠 看到沒有 他是不是已經是一個歷史事件 對不對 他在造惡 或者他在痛苦 是不是已經一個歷史事件 是不是 那麼你呢 你在他之後 為他敗燦 是不是 這是私後放的一個圖透鏡 他的煩惱已經在之前幹過了 才他會煩惱 你也在之後 你看到他煩惱 就是等於看到這片玻璃 對不對 這個繞色的玻璃 他在煩惱 我們講說 有那個雜欄 一白黑一白黑 就是他煩惱一下 你也看到 但是你用敗燦的透鏡 放在他的事件之後 你居然可以影響他 讓他本來那個痛苦的感覺 突然間 痛苦是因為有原因的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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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那個原因改了 那時候就會符合了 你問的 有沒有實際效果 當然有 那就是一切為心照 你用災 一切為心照 那心在哪裡 那都是你的心 那一切都是心為主 那心歸何處 對不對 《華言經》就是講這個 一切為心照 天台偏偏就是怎麼講 天台也講一切為心照 它那個照其實是巨的意思 是巨 巨是什麼意思 也講照 這叫巨照 跟照不同 照是無而生有 叫做照 巨照是什麼 是 它本來就有無限可能 它不需要無中生有 這更接近 更接近現代的量子力學 也就是一個狀態 一個station 一個狀態 它有無量無邊可能 你都不知道哪一個真實 沒有所謂的真實 你決定用你能觀察的心 下去看的時候 你才當下 你就在事件當中 諸位 諸位 你就是事件之一 你懂嗎 你就是事件之一 所以 為什麼回向一定有用 你就在事件之一啊 他的問題 然後你感同身受的時候 你就進入他的法界了 你就是事件之一啊 為什麼不能幫他拿 不然普門品怎麼來的 觀音菩薩能夠怎麼樣 能夠讓你尋刀斷斷斷 我們這次在台灣發生過 有一個人是死刑 死刑犯 他就猛唸 如果沒得這麼佛山 如果沒得這麼佛山 他就唸了 唸唸唸唸唸唸 那個槍 打了六次都卡蛋 照說這樣就應該射免了 還六賽三次卡蛋 結果那個殿獄長 學佛 那你學佛學成這樣 我想不懂 他居然就跟地藏王菩薩講 說不要這樣啦 讓我給他結掉 你放手讓我打掉他 因為國法難容 在古代不是這樣 古代說如果這樣子的話 一定有特別的姻緣 不是啊 他流放或者他 再問他說 你是不是有什麼威力情啊 或怎麼樣 或者讓你怎麼樣 戴罪立功啊怎麼樣 你有特別的姻緣嗎 現在就是我今天講的 我們的華人的文人 都不了解宗教 所以他就天不怕地不怕 他哪怕是已經是佛教徒了 他懂得就跟地藏王菩薩 地藏王菩薩誰順姻緣 你來求呢就是 又是加入了一個新的姻緣 他不會去判別順他還是順你 他不會啊 他不會這樣講 但是你要知道 這個人一定夜宵 集團去死也死得很大 你懂意思嗎 所以會不會有效果 誰問我不知道 但是呢 馬上就告訴你 一定有效果 至於說剛剛我問了說 那個科學家害怕說 那個是導因為果 錯 他誤認為有一個決定因 那也是顛倒劍 聽懂嗎 在時間之前有因 但是終究那個因是由人類解讀的 那那個因人類解讀也是帶上人類的影響在裡頭 所以從來就沒有決定因 看你怎麼做 那這也就是這樣才怎麼樣 才世間才會有所謂定業可轉這個概念 不然怎麼轉定業 定業怎麼轉 定業是很難轉給那個名字叫做定業 那終究還是可以轉了 要是定業不能轉 那佛不能成佛 對不對 哪個人一定 天底下一定會有 什麼人很倒楣 幹了某一種定業 對不對 那就不能轉 永遠就怎麼樣 送 目送你們去成佛 我永遠不能成佛 我的定業 我幹了某一種定業 對不對 但是按照無限大法則的話 我們每一個人都積慰平衡 都幹過無邊的善業跟無邊的惡業 特別是人類 人類是善惡一半 懂嗎 善惡各在一半 蠻Balance的 所以你也一定幹過很大很大的惡業 你知道嗎 相不合心 相不合心 是錯嗎 根據大術法則 一定有個無限大的東西 會在這裡平衡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你也一定幹過定業 那你也可以想成佛 不可能 一定可以成佛 所以說科學家 他把時間當作是固定的 當你把時間當作是固定的時候 因果就被認定為固定 他就錯在這裡 人家愛因斯坦 早就說了時間不固定 時間隨著你的state不同 而不同 那這樣就能破了 就不會違背因果關係 這樣懂嗎 我們認為違背因果就是說 在這之前的跟之後的 之後的可以去影響這之前的 他誤認為這樣 問題是時間就不是你認定的這個前跟後 至於怎麼認定 那又是很複雜的事情 可以講科學也可以講佛法 那當然佛陀還是這樣講 佛陀說佛有三不能 我昨天才跟大陸來的法師講 佛有三不能 其中一個就是不能違背因果 所以諸位 因果是不會壞 這是你在解讀他的 你自認你解讀錯了 所以換完經上講 非因非緣非因果法 有沒有 有一個東西是非因果法 那就是佛性 非因果法 有因果一定是隨因緣在變化 在時間流當中 一定是基於無常而變化 所以你的問題 我先從後面回答起 那麼你又說了 你說的佛教我也不太懂 又不能跟他講得很清楚 最後你很有善根的說 你要為他誦經拜禪 這樣能不能 那我已經告訴你說 大到無限大 我講兩個 一個就是慈喇 一個就是現在的 所謂量子的一個糾纏 或量子現象 量子現象還有一個事情很好笑 時間是可以理由的 你知道我們是怎麼有時間觀念 我們是怎麼有時間觀念 怎麼有 兩個事件中間的時間差 我們才有時間觀念 對不對 我們看時間不是看那個表格嗎 動動動 那個就是時間差 是什麼個時間 這個事件跟這個事件中間有時間差 那才叫做一個事件是在0秒之間 那一個事件在1秒之間 2秒3秒4秒1秒鐘2秒鐘 那開始你就讀它 你就開始有時間感了 對不對 所以時間是怎麼可以對人類存在的 是A事件跟B事件 不在同一個時間點上 你就產生了時間感 比如說昨天你們坐了多久的車來 A事件是在台北上車 B事件是在萬佛寺下車 對吧 然後就舉表一看 喔 2秒6秒5秒5秒5秒 這樣 對不對 這就是時間感 好來 那如果A事件跟B事件 它在空間中流轉 居然沒有時間差 你覺得怎樣 時間就凝固了 就沒有了 因為你生命中一切都是以 事件的前跟後 而拉出時間感 你知道嗎 這就是為什麼 釋迦佛三變齊度 讓十方的分身諸佛才容受住 那每一諸佛都來跟釋迦佛說 怎麼樣 掃病掃腦 眾生易度齁 還要送一個禮物給他 釋迦佛還想來試著收下來 你看這樣再快 也得要幾分 那麼再快 好歹2秒3秒 但是你知道多少人來嗎 所以五十節 光站 光來問候 釋迦佛就搞了五十節 結果呢 今天怎麼說 猶如半日起 你一定覺得 那你講話不講 多少人會這樣 讀科學就是這樣想 那就是不科學的科學 才不是 時間是可以凝固的 時間被牛頓當作好證 牛頓定義了宇宙的根本 叫做時間是流動的 從來不停止 在全宇宙當中時間都是流動的 再來 空間是凝固的 從來不減少 這兩個統統被偉大的愛因斯坦給弄破了 所以愛因斯坦 不過愛因斯坦並不是因為這個得諾貝爾獎 因為沒有人能證明他說的是對 所以他們當然因為這個得諾貝爾獎 他是因為什麼 他是因為預測了 預測了一次呢 從金星那裡射出來的光會有偏移 因為重力限縮的關係 這是一個廣義相對論裡頭會計算出來的結果 那所有人都不懂他在講什麼 但是他的觀測倒是可以做解剖 可以來驗證他 他們覺得對來不錯 那怎麼驗證呢 就是有一次日死 日死了之後呢 這個金星在太陽的那一邊 我們地球在這一邊 因為又日死了之後 把太陽光遮住 我們就因此看得到那個金星 從那邊射過來呢 如果按照直線距離 應該是幾毫秒之內射過來 那如果他會偏移的話 會在幾毫秒 會加一個ΔT 世界差 結果真的算出來是加了一個ΔT 如果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就全面獲勝了 把古典地學全面打趴 不過現在呢 古典地學重新又翻轉回來 他說不 我們古典地學只是 因為當時沒有電腦 沒有做精微的細節修正 所以我們還沒有打趴 那 我當時在讀的時候 我就覺得說 古典地學不會被打趴的 因為他只要做修正的話 其實結論會跟相對的接近 至少那個事情是這樣 那現在也是這樣 好 那麼我們就來看看在你的答案當中 你的問題當中 你說 你說送金拜燦呢 能不能幫他減金煩惱 我剛剛已經解釋完畢了對不對 那但是我還在進一步告訴大家是說 法華經上面講那些道理都很震撼 比如說五十小節譬如伴日寢 這種事情 譬如我們在剛剛送完了 你們讓我們送到那一段 你們都知道的嘛 是不是這樣 那為什麼會這樣 是那個你的妄想 如伴日寢 可見一定是怎麼樣 一定是妄想 錯 你想想看 如果時間流真的像牛頓所說的 所說的 籌全 整個宇宙 不管時間位置怎麼樣 他的時間長度永遠固定 那五十小節意味多久 釋迦佛現在還活著才對 而且呢 光內一幕都還沒做完 你知道 大家正在對釋迦佛說 掃定掃腦口 還在講 你懂嗎 還沒往下講 因為五十小節 對不對 怎麼可能現在我們搞到 聚靈修山 半個人影都沒看到 所以他真的是對說婆重生是如伴日 大家已經完成了五十小節的事 這也就是多少人不知道說 佛陀正在講華顏經的同時 他就在講 渦環經 就是這樣來的 當我曾經 我曾經正式的講這個事的時候 是在學術會議場 把那些學者 還有佛教徒 還有佛教學者都嚇壞了 佛陀佛教學者 你頭上是壞 那我就取這個意思 我就 欸你們 你們還相信大聖嗎 那大聖裡頭 法華經是大聖OK吧 那裡頭就這句話 五十小節 譬如半日 猶如半日寢 你覺得這話真的還假 他說有問題嗎 有關係嗎 跟你講的有關係嗎 我說大有關係 這就是時間相度 所以千萬要記得 對法華經要有無邊的信仰 一切科學 一切思想 跟法華經抵觸 它無休 法華經有休 法華經是你佛教徒的最高憲法 不要以為世尊會信口開合講話 不要以為世尊會信口開合講話 那就錯了 絕對不會 是因為我們的知識太短了 好了 那我再講 我開始在講這個故事 講這個實驗 這是可以實驗的 1980年有IBM做出來 IBM已經不做電腦了 他覺得電腦太low了 所以他趕快賣給中國 就變聯想 聯想這樣子 他把那個電腦的部門賣到 但是他把超級電腦的部門還留著 為什麼 因為超級電腦才有鑽頭 那超級電腦為什麼要超級 就是算得快叫超級 那算得快 無非現在最笨的方法就是 把奈米再壓縮 本來是十顆原子 再壓成大顆 再壓成七顆 現在的製成好像剩下七顆而已 三顆而已 三奈米而已 那就是已經到了很緊迫了 再下去會沒有得玩 人家IPA長就知道了 不跟你玩這個 咱們的玩的全世界玩的 最厲害的目前為止是在台灣的那個 台積電 台積電 大家心裡都明白 我有個信徒他在十多年前 拿到了西門子的 當時西門子還沒有垮掉之前 拿到了13奈米還是16奈米的製成 光那個光碟片 台幣就要三千萬跟他買 全台灣就兩個人讀得出來 一個是他老師 一個就是這位蔡先生 這樣 他就住在台南而已 那時候他在交大做實驗 你看喔 還在交大當研究生 他就有兩篇論文上Nature 這有沒有讀物理的 我想問你五個 有沒有讀五個 這個自然科學 讀沒有嗎 我去問一下 你有嗎 那你就知道上Nature是很難 有人一輩子上不了Nature 自然雜誌上不了 但是上兩篇 還沒畢業就上兩篇 也算很厲害 強中自由強中手 那麼IBM他現在已經丟開這個了 他要做超級電腦 什麼叫超級電腦 就是速度要快就是超級電腦 那速度要快就不能夠繼續再用細精 再找速度 因為大概可以算得出來 最快會在哪裡 因為方法差不多 所以他們要找新材料 新方法 懂嗎 人家已經在做這個事了 你還在談封裝多少奈米 那個都是後話 人家已經不打算跟你玩這個 那麼他有兩種玩法 一個就是量子電腦 一個叫光子電腦 那光子也會量化 所以最重要最終的就是 量子行為怎麼運用來做電腦計算 他怎麼做呢 他這樣做 他把一個量 所謂的電腦 是什麼 所謂的超級電腦就是 傳遞訊息快跟慢 對不對 那我說了 這就不就是一個時間感的觀念 A B發生的時候 他把A發生的事情 傳遞到B這裡來 當中用多少時間 這就是表示電腦快不快 就在這裡 輸贏就是真的 輸贏就在這裡 A傳遞到B 用時間多少 聽懂嗎 聽懂嗎 那現在還在用的是那個奈米化的東西 但是他們已經開始用量子 糾纏在玩 很恐怖 注意聽嗎 從A傳遞一個訊息到B 要用多久時間 你比如說光繞地球 一秒鐘繞幾圈 七圈半 我自己也是七圈還七圈半 就表示他還是有時間的 對不對 繞完七圈 用完一秒鐘 比如這樣 那如果說一秒鐘繞八圈 那東西就快過光了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那他現在發展了一個量子糾纏 A發生的訊息 在B這邊讀到 中間的時間差 零 太恐怖了 零 意味著什麼 他發現了 他發生了一個 在理論上 所有傳遞訊息 時間差是零的這種電腦 在理論上理論最亮 這才1988年就出來了 全世界瘋狂 台大也在做 陳大也在做 大家都follow他那個實驗 在這裡要是輸了 你會輸很大 大家都在玩 那叫做量子電 你看看時間差等於零 意味著什麼 A處發生的事情 正在發生你就正在知道 那不就等於佛陀的神通嗎 對不對 他不用等待你未來怎樣 現在你怎樣 他就當啥知道 這就是你的他心通啊 神足通都在一樣 都發生 A處 還有分身諸佛 有沒有 就這樣 我在這裡為什麼不能分身 因為我在這 我要跑到那裡 我的時間差 現在我在這 跑到那裡沒有時間差 不就等於我四法障 可以在同一個時間的 任何地點都發生嗎 懂不懂 懂不懂 是不是 科學已經證明 傳遞訊息 時間差可以零 那也就是 釋迦佛可以傳遞他的身份 在任何一個地方 時間差等於零 也就是同時都看到什麼 釋迦分身嘛 你看看 你看看 任何的宗教 就是沒有一個能夠 跟現在的這樣子的 一個科學 這最尖端的科學 怎麼match得這麼好 不過還是告訴你 科學如果錯了 科學如果跟佛學隱促 科學無效 還是要保持這個反面 目前為止 他跟科學是一致的 那達爾喇嘛他老人家呢 最近又說了一些話 很有意思 他說我們現在要開始找科學家 來談量子力學 一定有人跟他講這個事 懂嗎 那我對這件事情 我是才去保留 才去保留的 我的意思是說 量子力學也不是那麼萬能 他搞不好也會有東西 在哲學上突破不了 那麼他不應該跟科學抵觸 如果他萬一有了跟哲學抵觸的時候 我們還是要捨棄量子力學 你比如說旋論 旋論是量子力學 產生一個新的計算方式 跟態度感慣 又把你看量嘛 量子是一個體 你看他又回過頭來用旋 用旋的觀念來表現 你看無非就是粒子跟波動 這兩個在差在運用 那麼這個呢 在解釋多元多維度世界 比如說六道 比如說天人 天人到底這麼遠 怎麼能夠一刹那就到呢 這可以用量子力學來講 就是說因為時間差點就零 所以我在宇宙之間旅遊 旅遊就是一種時間差的外面 對不對 你們從台北遊到冠佛寺 用了五小時 你們才會覺得累 如果刹那極致 你們會不會累 我會啊 是不是這樣子啊 是不是這樣子啊 那這樣不是很好嗎 宇宙之間的旅遊是會發生的 宇宙之間的那種超時光的旅遊 是可以發生的 那這個發生就不能再單服用量子力學來講 要用什麼 要用空間的多維度來講 空間的多維度呢 就要用旋論來解釋 不能用量子 它不夠 所以 喇嘛當然他應該是有什麼自然團跟他講一些事 所以他才特別會提出來說 是什麼 是用量子 但我們已經跳開來說量子還不夠了 你等著吧 馬上就要有懸問 懸問也發展三十多年了 三十多年了 我沒記錯三十多年還是五十多年了 但是一直卡住 他的哲學沒辦法往前進 也就是同一個時間當中 同一個地點當中 怎麼會有多的宇宙呢 這些事情 對科學家來講的哲學意義是什麼 還在思維當中 那麼天台中完全cover了 天台中講什麼 一念三千有沒有 一念都會有三千的弦 那你還怕什麼 隨你選 一念三千 三千三千弦的意思 就是那個弦論的弦 好來 其實那個達拉喇嘛大概在二三十年前 他就一直在跟科學家在談這些事情 發量子這些 還有這個所謂的天文學 可是他講的跟師父當中相反 他是說 如果佛法跟科學提出 科學很佛法要修好 佛法要修好 然後還有就是 我不好意思講出來 對 還有就是說 他們是討論 因為他有些是有翻證中文的 好幾本書有翻證中文 那有一些的話 我覺得是 就像剛剛師父講的 以天台的觀念就解釋不通 可是以帳條的觀念是解釋不通的 對 所以他們會覺得 他們都會覺得 卡住 對 所以這時候就是很大的 這是我不想講的部分 你都把他講出來 是啊 我告訴你 佛法是最高限章 不能動 除非你解讀 解錯 那就沒話講 他如果他講的意思是說 我們解讀佛法錯了 不是佛法本身錯了 那就可以說得過 沒有那個佛法要改 是你解讀錯了 那就沒話講 憲法放在那裡 你把憲法讀錯了 內政部老是不相信他的法條是違憲 那是他自己解錯 不是憲法錯 那你會這樣問啊 法師啊 那你怎麼會 你有經過證明你就會這樣講 不用證明啊 因為佛為一切自人 你要不接受佛為一切自人 你怎麼證明 那這就是悖論 他是一切自人你不是 你怎麼去證明 非一切自人 就證明一切自人 那這這這這 邏輯上本來就錯了 所以你只有信 這就是龍術大師講的 龍術大師 那老人家 我把他畫出來是長這個樣子 那個是我寫的 四肌五欲勿出矣 龍關取盡絕妙 即是大乘唱佛懷 善破有無正习地 他是二弟菩薩的正习 這是我對他的景仰 寫下來的五言句 五句詩 有憑著的喔 他老人家就說 信為甚麼 道元功德 你不信你 你不信這樣你還改變 對 我想老人家他可能講的是指 解讀錯誤的學生 那如果是這樣就OK 你懂我的意思嗎 我想老人家是誰 你知道喔 是這樣子 是這樣子 對啦 你也讀到了這個事情 我們也很像他 是這樣 那他可能也是不得已 面對這些科學家 他要表現清卑一點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第二種就是讀錯了 是要修證明錯 只是這兩個都可以說得通 老師我剛才有講到一個問題 就是這樣 要怎麼去正確理解三世因果 因為我之前對三世因果的理解 也是一個子跟修 是有的時間他前因後果 前因後果 就是遇之 就是前世靈經則受則是順 然後遇之來自古經則做則是順 這樣的話是要怎麼去驅變說就是 我相信做的東西到底 會達到某個結果 還是說這個 陰道國的過程就是一個執著嗎 還是怎樣 不會是執著 但是在你的世界 是由你世界的儀果 你就不好完成它 就這麼簡單 因為你的世界一定有時間差 那量子是在一個很小很小的一個 一個微細的我們說尺度裡頭 我們才看到 它在傳遞訊息沒有時間差 那是我們把它造出來這樣子 意味著說要有一個能量 讓它能夠做到不時間差 那你人類 你沒有產品你無法做到不時間差 所以你不能分身 你有沒有注意到 就這樣而已啊 OK 所以你就按照你 不能分身的方式過的日子 這樣就有可能 好嗎 OK 那另外一個是 那這樣的話就是 我剛才想到一個問題是 對一個果去分析它的因跟語言的話 那這樣就是分析不完 是分析不完 這樣怎麼去分析說 一定果前面有個因 那這個因又成為下一個前一個因的果 肯定是這樣 可是那個因不是有可能是 可能未來是某個人幫我回想 或是幫我擺餐 什麼的去影響它 那還是兩個的定論 不 這倒不至於這樣子 剛才一個沒有那麼細微的解釋 是這樣 是 我們凡夫 我們會認定有一個煩惱像 這本身就是妄像 所以我在夢中治療你的妄像 你覺得有違背因果跟不違背因果都不重要 它是夢境中的事 夢境中還可以自己飛來飛去 對不對 那你覺得這是違背地球引力的 對啊 無所謂啊 我在夢中啊 OK 所以如果是夢境中的那種違背因果 對整個真實的實相來說毫無影響 了解意思嗎 那接下來就要談了說 到底有沒有真正的夢境 有 是有真正的夢境 對我們凡夫是真有夢境 不然你不用學佛了 這真有啊 不過這個真也是念想講的 就真正覺醒之後 原來覺後空空無大間 已經佛法都給你講好了 那個時候夢境也就叫做夢境 就真的是假的 可是你在夢境當中可以修夢瑜伽 夢相應 相應法門 那我常講說 為什麼你不在夢中給老虎咬呢 反正都在夢中 我們因為不出那個夢 我們在夢中還會掙扎 所以不能給老虎咬 懂嗎 老虎可以是你的女朋友 也可以是金錢啦 名利啦 這都不是真正講一隻老虎 你懂嗎 當然也可以真正講一隻老虎 那也可以是 名利才十歲這一頁 這樣懂嗎 可是這樣就感覺是要等夢醒之後 才有辦法去 做一些違背夢中英國的事情 對那這裡就講成天台 天台就在醒與不醒之間 怎麼說呢 他侮辱原教 但他還在夢中 但他已經在夢中 但他已經知道這是夢了 原教就想修 所以他為什麼 他還是凡夫啊 他沒有正果啊 你們說智德大師說 他是無品地質位而已 這句話好多人嘲笑天台中 哈哈你們天台中 你看看 智德大師才是無品地質位而已 那還是內凡而已 歡呼耶 就這樣 對智德大師來說 歡呼很好啊 剛剛好而已 歡呼跟佛沒差別 我讓我在夢中 我才能夠在大作夢中佛事 這樣了解了吧 所以這種修法就會介於什麼 我是起源教集 那我還得受一切凡夫的現象 我沒有夢中嗎 我們沒有出來 所以得怎麼樣 處處慚愧 處處小心 對不對 但是萬一犯錯呢 也得要知道 還好啦 都是夢 這樣了解 所以努力要去求唱文 但沒有那個非要唱到怎樣 那樣子的恐懼 但你還是很努力喔 為什麼 只要夢中有苦 那就是你要唱 那唱完了呢 你也不會高興 就在夢中的書而已 本來苦是在夢中苦 現在在夢中解夢 解開那個苦 我還在夢中 我高興了什麼 沒有 那也因為這樣 所以你願意在夢中努力的唱 因為既然是夢 那什麼都可以完成 如果成福也能完成 你有沒有看到 所以他非常的善巧 這就是極的意思 你看極 你明明是凡夫極佛嘛 極 你明明在夢中極醒嘛 這是什麼觀念 是這樣的觀念 這樣怎麼直接讓夢醒過來 就是連夢中衣服都 或許都不要去修 欸不行 欸為什麼呢 因為你如果切割那是夢 這是要醒 那就是望 真與望是二元 真望是不二 是因為我們還沒有正悟 那樣的正望一元 所以我們心中知道他是望 還得順那個望盡好好的修 比如說該誦經就來誦經囉 是不是這樣子 誦經是有他不可思議的功能 這不是你夢中人能知道 夢中人可以做十項的事 就像個大宿 大宿小宿中宿 大宿小三宿 小草啦 大宿小三草跟二木 這五種人都在一種羽之下 就十項羽之下 世尊所說法是一稱法嘛 所以十項羽 他唯一一十項 所以要講的法是一稱之羽 可是長出來有大宿小宿中宿 大草小草中草還有大樹跟小樹 各自蒙認各自得利益 他都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這樣 你又我不就這樣嗎 我們在誦法華經的時候 我們不知道我們得了多少利益 我們並不知道 但一定得利益 你得相信 所以得多還是少 阿就趕快努力了 誦得多信得多 越來越多 你還是在夢中喔 你不是真知道的 但是你就是會得利益 因為你在夢中 送的法華經是真的法華經 但是你是夢中得利益 這樣了解嗎 所以你看看 這樣的人是怎麼會修法 毫無自我的那種修行感 或修行 我是主師那種修行劍 也毫無所謂的 我夜宵了 現在可以了 不錯了 也沒有這樣修行 從來不找修行相 我昨天在Facebook上寫說 對的事 我們就要若無其事的去做 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若無其事而已 我們需要堅持 下面好多回文都說 哎呀他這樣堅持好了不起呀 我從來都沒講堅持 堅持太辛苦 幹嘛堅持 你要堅持 你有要堅持呼吸嗎 你需不需要這樣做 不需要 若無其事的呼吸呀 對吧 真理就是這樣子 是若無其事 那就應該做 除此以外 無有真正的事 這樣子 所以你 你當然還是在二元當中 讓夢中趕快醒來 那我也可以善巧告訴你說 可以啦 你就多拜託 就可以找一點心 我也可以這樣跟你講 你懂嗎 但是最究竟的講法是這樣講 不太會懂的那種講法 才是最究竟的 我這樣講你還是不太會懂 但是你還是先聽 是這樣 因為剛好今天是法華會上 又這麼多師父 所以要回答方式是這種方式 好不好 那終於把第一題講完了 請問一下 就是說 每次在講 我們那個科學家 大師講到科學家 科學家證明說 有極樂事件 他是用這種方式去證明的嗎 剛剛講說你的時間 你 看哪一種科學家 如果說他自己 他怎麼樣去讀 然後說明是否可以的 那時間差是0的這種概念 訊息傳遞中時間差是0 這種觀念 也算是極樂事件的一種現象 究竟是實相 他才會真的是這樣 也就是時間沒有自信 簡單講這句話 沒有自信 所以他不應該叫做長或短 他可以說到0 他也可以長長到好長 就這樣 法華會上會有講到嗎 他可以修 世尊為什麼要事件入面 其實他的功德 已經可以讓他的生命 若長若短隨他了 就是沒有自信 我剛剛講時間差是0 不意味著所有時間的本質是0 我是說時間沒有自信 沒有本來的樣子 A事件跟B事件中間 到底要幾秒鐘沒有決定 那就是法華現在不講了嗎 那個五十小節 結果是有如半日期 你看A事件跟B事件 之間的時間差沒有一定 要常在哪 本身是證明 他是最認識到這個 可是問題他們的一個 這個思想觀念 他是個五十三 對 所以他的時間差如果是0 他就死值的那個觀念 對 那什麼有辦法站到幾個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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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句話說 翻句話說 德埃喇嘛 那找量子力學來 也不過就是個散巧 讓人家漸漸懂得說 時間不是你原來想的那樣 請多是這個樣 他必須要最終還證明說 時間是無智性的 真的是究竟的 那這個也有距離 對 距離也是沒有事情 那沒有空間 也是 對 距離就是空間 兩點叫距離 那拉高起來就叫空間 那殘修就是 殘修也是 你看你殘修常常 殘修就刹那之間變了一個世界 有沒有 沒距離 本來就這樣 就這意思 來 幹嘛 殘修常常就是 第一次想請教 就是講到好哈記的 在宋經的時候的話 殘修常常講到的時候 剛開始在獻公的時候 就是那個講那個 六度 六度不同的秘密 是 就不同的那個 可是那後面有時候 陳佛授記的時候 就是都是講說 共用多少益多少益的諸佛 就是 我會覺得說 就是沒有在講六度 而是都是講共用諸佛 就是想說 這個是生意是什麼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說 它如何共用這麼多的諸佛 所謂諸佛是指究竟 還是說 我們眾生都是歸來佛 它是眾生都是佛 就是共用諸佛 好 問題很好 首先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怎麼用共用來完成一切 怎麼一講六度呢 那就是一一度互設 這一度互設一切 這一度互設一切 它是不分開的 你不要簡單的看它在共用 那個共用戴著 布施慈戒忍辱 精進禪禪定跟智慧 這樣聽懂嗎 這個你要慢慢去理解就是 也就是說一一度 即攝其餘的度 它看它是在禪定 禪定也在布施 你想不想信 那就是這樣子 就是互相互設的 那麼以共用來表現 那是因為 心悟不二 也就是所謂的 一 這個 一念三千 那三千是法界的 法界像 法界像不離開物質嘛 一定有物質性 這叫做 這叫氣勢間 氣勢間就是法界 那對它來講 法界就是它的心的投影 所以它的功德 它就會投影出 多麼莊嚴的東西 莊嚴俱來供養 然後它對佛的信仰 有多深刻 多麼不動搖 它就自然能見到 多少無邊的佛 不是那個我們想像中的 啊這也是佛啦 有的供養命 這供養未來的佛 不是 那是它心念當下轉變 那些都是已經是 登地以上的菩薩 法身的菩薩 那法身菩薩修不是 我們反覆修 不 錯了 集佛 我們集是佛 所以說是說法身 那就是你能做 怎麼做你知道嗎 你正在供養的時候 你就要觀想 我是供養無邊佛 我這一面心轉救了 是真的 那當然事實沒有嘛 為什麼 轉不動 我們太執著了 我們轉不動 所以我們正在拜法華山面山 你去回去聽一下 YouTube 我在講法華山的時候 能理所理性空極 改定到焦難思義 這就是用凡夫 在做法身的修法 很多人說這樣修太難了 我們凡夫怎麼可能這樣修 那你就 你就把凡夫當凡夫看 我們凡夫及佛 不然怎麼會六級 原教就是這樣 是不是可以說是為師的訓習 為師的訓習也算是 但是他絕對不是訓習 他當下就是 對 為師確實講訓習 訓習是從無到有 我們天台中不是這樣 他當下就是 對 他不是訓出來的 非色非心非因果法 他不來不去 不依不易 那是原教的 對 原教的角度 原教的角度不會那麼難啊 你就 主師講的嘛 就看你承不承擔 哪有難 你想要聽 聽懂的承擔 那就好 承擔就是想像 剛開始一定是想像的 就懂 然後我說應該是這樣 應該是這樣 我相信我相信 先這樣做 你一定先聽懂 這樣 就是說 我怎麼在講法華經之前 他寫看一點這個 無量力 二十八卜力這個部分 那是不是我們在寫 這個地方的話 他為什麼要從 無量力這邊的時候 他是要先去理解 然後再來講 這個原教的部分 如果說我們現在的眾生出根 對 可以 眾生也是需要一些 知道這些波羅的觀念 所以說法華經 我們會提倡說 在講這個天台式教儀的時候 其實會把波羅的概念 空不空的這種觀念 就帶進去講 才可以 沒有錯 才能夠比較理解到 法華那個原教的道理 這道理也是 因為教有先後 有足跡的過程 不過有例外 有人文變信受 因為你過去就訓習過了 我剛才談到佛佛佛 其實禪可以把過去的密實 很遠很遠的密實 打出來 那要找佛佛的時候 其實可以用禪來打出來嗎 不必啦 這個是這樣 對 念佛也可以 那你修禪定也可以 這都是可以的 不過那些 對你來講 只是過去的記憶的幻影 跟 因為還要正視 正視 對 就是幻影也可以正視你 過去我記得的事情 我從現在在看到 那讓你更有信心 這是OK 但是 這跟斷你的煩惱 還沒有那麼直接 這樣了解 是這樣 有人會這樣沒有做 好 第一題 那第二題呢 大學生在愛情課題當中 應該如何運用佛法的智慧 好難啊 尤其是面臨分手的時候 精采來了 如果不幸 發生如台大宿舍的事件 身為旁觀者又該如何面對 當然善人行必有我思啊 這就看出來 他就卡在這個什麼 卡在這個愛情當中走不出來 你要知道愛情當中走不出來 其實才不是 才不是他拋棄你走不出來 是你不想拋棄自己 你走不出來 我們被人家放棄 背叛 背叛 不是真正這麼痛苦 是因為 我不值得 太打擊自己 太恐怖 我們留意意思嗎 愛情 其實它表現出來的樣貌 是 一種 你可以這樣講吧 就是我們內心裡的孤獨 得到了什麼 得到了相互支撐的那個對象 是孤獨 人類最害怕孤獨 感情上孤獨 物質上孤獨 情緒上孤獨 還有肉體上的孤獨 一切都孤獨 我們害怕 那原因 生文法當中講的是說 因為我執重 所以你那個我執形成的孤獨感 這是生文法的見解是這樣 所以它要破我執 大正原教的見解不是這樣 他說你不了佛心 佛心最豐厚的什麼是孤獨 對不對 那正入佛性的人 或表演正入哪有那樣容易 就體會佛性思相的人 那一切眾生中 我入眾生眾生入 你看這個法華會上 不是在身上可以看到 三千大千世界嗎 有沒有 就自己的肉身上可以看到 就是看到心悟意緣的這種觀念 所以星胞太虛亮周殺戒是真的 不是講一個概念 不是是真的 在法華會上是真的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了解佛性你就沒有孤獨感 對 可是我們一般來講 都從生文法來看 那就是說 一個願意被我愛 或者一個讓我愛的人 我們去愛一個人呢 男生跟女生的出發也不會完全一樣 但剛開始一定是外貿協會 一定是先看外表 然後接著呢 接著才具 在這個外表底下呢 給予建構它的內在 所以我們去把建構起來 這個人看得很帥 這個人看得很漂亮 這個人心應該不錯 那我就去觀察 啊果然不錯你看看 你看看 你看看對我這麼好 喔我的天使 慢慢的開始建構 慢慢開始建構 所以你愛的人 是你心中建構出來的 那你建構出來 這麼辛苦建構出來 結果破了 broken掉了 而且是你建構出來 然後又背叛你 喔怎麼能接受 太痛苦了 連酸就破了過去 因為它太融入那個境界 建構出來的東西太真實了 是這樣 那沒辦法 我們一定會建構 我們一定會建構 誰 沒有禮遇之前 我們都會建構這個 所以你要知道 產生愛染心 就是你去建構的這種 內在的這種溫存感 需求這種溫存感 那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我們對佛法的原念 對眾生的苦 對其他眾生 跟我們的那個深刻的關係 我們沒辦法原念 還不是說想苦 只是因為它的存在 對我很重要 這樣的原念 我們沒有辦法生起 也就是說 關於一切眾生皆如佛 一切眾生皆如母 這樣子的一個真實性 我們沒有生起 所以我們會對特定的所愛者 產生非常深刻的投影 所以它變成很特殊 很特殊 從外貌 心情 感情 我講不靜觀的時候 我們就是說 不靜觀有三個 三個像度 一個就是物 我說的 我們說的 叫外貿協會 所以外表上面的不靜觀 要觀察 那麼世尊當年 用一個比較簡單的方法 叫做 九死觀 或者九想觀 或者是無想觀 來觀察 當然死亡 他的表皮 死亡 然後怎樣怎樣怎樣 結果我講完之後 我的學生出家人 他就跑來跟我講 主任的主任 你想真好 不過沒有用 我說為什麼 你知道嗎 我們愛一個女生 愛到入骨 怎麼叫入骨 就是說他死了 剩下逮捕 我都愛他 有這種愛好的人 他說是 他說是 我說你業上重 他說又怎樣 所以我說你業上更重 你講一整個學習 完全沒辦法對付我們 他就這樣講 我再講那個不靜觀 第一個就是 熱體上面 破除不靜 也不容易 這就是我同學 我那學生講的 他還是娶過老婆的人 他都這樣講 那第二個呢 叫做什麼 感情不靜 感情是互相的 感情不靜 第三個性格不靜 每個人都愛自己 不真正愛你 這是最殘忍的事情 每個人在愛你 其實他是在愛自己 是因為愛自己 然後投影出一個你 那個被你愛 那個感覺上 喔那個對我好好喔 你要對我好 我才會去愛他 你可以想像的 你的男朋友 你的女朋友 甩都不甩你 什麼事情都出賣你 你愛下去 你愛你 再美愛我下去 蛇蟹美人 果然不是這樣講過嗎 懂嗎 美人 不就外妙協會了嗎 那蛇蟹 為什麼叫蛇蟹 害我 害我就叫蛇蟹 而且我這種詞句都跑出來了 最獨命人心 女人心為什麼最獨 因為我被她外表蒙蔽 她柔柔弱弱的那樣子 溫溫柔柔弱的 最後在後面捅我一刀 還轉了一下 連縫都不能縫 夠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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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了解嗎 是這樣子 那所以才會做得懂 那個沒什麼好怪 沒有那個最獨女人心 是你自己的心 笨 這樣了解嗎 所以 其實是愛自己 所以不靜觀一定分三大類 最直接 強而有力 就是性格不盡 觀察自己就好 不用觀察別人 自己的自私 最容易看得到 你都自私成這樣了 對方自私剛好而已啊 兩個都是自私 怎麼談得攏呢 顯然 你騙我 我騙你 不然怎麼談得攏呢 不好意思 我說成這樣這麼難聽 你們正在戀愛當中 那就是請原諒我 我沒有調侃愛情的意思 愛情太偉大了 偉大到能不能讓我出家 我沒有調侃愛情的意思 千萬 任何人在愛情面前都要什麼 戒慎恐懼 他是亡 你是成名 你在愛情之下是毫無能力反抗 我完全清楚 所以你告訴我 你不能出家 因為你放不下你母朋友 放下你男朋友 我完全能接受你 因為完全能夠知道你的困難 了解嗎 是這樣的 問題就出在什麼 問題出在你願意看你的自私 看到什麼程度 就難在這裡 我是從小在看 所以我一直在掙扎 那個小時候 那個讀國中的時候 那個 我們是男生學校 男生班 我們那一屆都是男生 好慘 只有下一屆有女生 那女生 那我做那個康樂部長 那就要去找女生 學妹 來教育 這樣人家才願意去 老師也有意無意的建議我們這樣做 然後就開始就去找學妹 那找那個學妹 學妹 現在是一位大學的校長的太太 然後 你應該知道我在講誰 然後呢現在在美國 那還好啦 算是學妹有幫助學長 我去找那個大學的時候 為了辦那個農業的事情 她還打個月亮電話跟她老公講說 我們學長來了 一定要一切都好好招待 所以她陪我吃素啊 什麼樣的招待 那麼呢 我印象最深刻就是說 她是外省女生 然後呢被很 很 掌上明珠 然後呢我們就要去跟她談判 她說啊我準備玩啊 錢怎麼分啊 要玩什麼 要玩什麼 幾點幾點要玩怎樣啊 玩什麼事啊 一一細節都要談 那我就發現奇怪 我們在跟她談正事嗎 她怎麼在傻傻的笑呢 那女生怎麼這麼奇怪 國一而已 國二啊 那國一啊 好奇怪喔 我回來開始 沒有Google啊 Google 去書店裡查出我自己寫信任報告 這女生好奇怪喔 怎麼會這樣呢 那不是要談正事嗎 那她是代表 我是代表 那為什麼是 我這樣子 而且還當著我的面 把我的plan 把我的計畫撕掉 不是因為她討厭我 不是反正不是這樣 她就在笑嘻嘻當中撕掉 而且是故意的 哇 我遇到神秘人種 那時候感覺是這樣 怪異人種 那是我的國二人 第一次的這樣的情況 那當然慢慢我就懂了 原來這是他在改姿態 畢竟呢 遇具還營 然後再來就是 遇情故縱 那再給你獻出她的一個身價 不能夠讓你這麼容易 就touch到她 然後跟她好好談 這些完全不會都懂 還不到國三我就全部弄懂 那後來解讀 《愛道經》我來解得出來 不然我解得出來 世尊講的那個八四代 我就一看 啊呀 都是那個時候的景點 但是你要知道 這就是一場遊戲 我們內心裡頭的痛苦跟疲憊 我們需要一個很柔軟的心 或者是很堅強的肩膀 讓我們靠一下 讓我們覺得歇息一下 所以我們有兩個特質 一個就是害怕孤單 需要被了解 第二個是需要被撫慰 最快的方式撫慰 那第三種就是你生理需求 男求女女求男 或者男求男女求女 生理需求 那生理需求 往往夾雜的前面那兩樣 想到那個生理需求 就更加的放任 不可控制 那狗到春天才交配 人一連到頭都可以交配 為什麼 因為就是有這兩個推波出來 他才會形影 形影是一種符號 一種證據 證明我們兩人心心相應 互相依賴 就是這樣 他是一種符號給形容 那麼佛陀呢 在生文法當中 直接又先置這個符號 說不准 因為我把你的出口斬斷了 那你就不會發生內容 你聽懂嗎 我讓你不准行影 那你就不會去找女朋友 找男朋友 我先把出口給斬斷 其實淫欲是愛情的出口 他不一定非發生不可 但是他發生了拿來做證明 這也就是男生常常要求女生 早一點跟他上床 然後女生說 不 我們要受仙如玉 男生好生氣 為什麼他會生氣 因為他覺得 你為什麼還不能用這個事情來證明 證明我們的契約關係 那我常常跟女生講說 不要用那種東西去證明 要掉他胃口 你掉我胃口 這就是什麼 讓愛情能夠延續更久一點的方法 好了 所以這整個事情 都是基於愛自己 跟我自己的那種滿足 在做出發 他一點都不可笑 他要很謹慎的面對 面對他要怎麼樣 要自稱恭敬 他在愛情面前要很勾勁的 看待他 不是調侃他 也不是把他當作誤會喔 不是這個意思的 是要很尊重的看待他 為什麼 因為牽涉兩個人的我質 牽涉兩個人的生命的投靠 多嚴重 那麼在這種嚴謹的態度之下 你如果願意往前看 你就會看到 原來都是我 在欺瞞 在欺騙對方 然後我找尋我藥 他也找尋他藥 那剛好過去的姻緣 使得我們 我勾牙都的便吉利 一個願打一個願害 就會在茫茫人間 編號第一號也先過來 那你會先跟他接觸 然後如果 沒味道 編號第二號就會順位出來 最後會跟你一起生活的 兩人業障最重的那個 會慢慢浮現 如果你沒出家 他也決定要結婚 他就會慢慢浮現 在夜海當中 一定會有一個 跟你業障最重的 牽扯最深的那個人 在這一次浮出來 下一次還有另外一個 不一定是同一個 不一定是同一個 也可能同一個 五百四的也可能同一個 那也可能壞 都不一定 都不一定 他看姻緣 一定會浮出來 所以你放心 一定會有人等著你 總有一天等到 如果你沒有要 沒有要守獨生 你也沒有要出家 那一定會 就這樣來 那這個來了呢 他是很辛苦的 因為他剛開始有我質的 泥湯 讓彼此之間覺得很OK 然後就讓你們兩個 連在一起之後 後面的我質 就開始裸露出來 不需要再欺騙呢 你懂意思嗎 啊 胭脂也不用再塗那麼多了 塗胭脂很累耶 你知道嗎 我曾經研究過 要把這女生的眼影 要塗到既自然又美麗 喔 我試塗了一下 搞了半個小時 完全沒有 才一隻眼睛而已 就搞不出來 我那時候真心 很辛苦 超級累 還要你找那個什麼 對 而且還找那個化妝水 洗化妝水 就把它弄回來 喔 臭死 臭死 我完全實證主義者 那我掛來 好 那們就知道了 這真的是辛苦 那他不想這麼辛苦才經營 男的都不要 女的也不要 那最後越來越弱子 越來越 越肆無忌憚的融露出來 最後直接用要假 要假 要離婚可以 多少錢來買 所以連這個都可以講假 有沒有 要帶著你女兒可以 多少錢來 已經都可以這樣 你可以想像 我一個同學 在高中的時候 一直問我 欸 楊錦棠 你是專家啊 你告訴我 我已經是專家了 我在高中的時候也是管家 你告訴我 為什麼一對夫妻可以 在床上面生小孩 但他們吵起架來 可以 又把對方殺死那個樣子 對不對 不然就是這樣子 那是同一個動力 他還不懂 這個人是誰 這個人是陳奕坤 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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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裡頭的名嘴 他曾經幫助人家賺了幾十億 他現在因果糟糟 現在不行了 那是有學佛嗎 有學佛 有學佛 讓他疊得這麼嚴重 他有學佛 他是一個很做的人 清大公公 細畢業 那很會計算 人不錯 現在在被無量受盡 出背頭 他就問我這個問題 我這一輩子記得 對他來講太疑惑了 那對我來講 剛好 後來的整個學佛 越來越 越一直回答他的問題 可以清到這樣 但是可以 看得到這個樣子 為什麼 你看看 牙齒會咬到舌頭 咬得很痛 太近 彼此的怨就是什麼 怨親是平等 因為都是用什麼 親也是用我直 怨也是用我直 愛更是用我直 是這樣子的 主委了解嗎 所以在我直面前 要臣服於他 要尊重 要感到謙卑 不是去排斥他 要謙卑面對 我們都是我直的人 要謙卑 所以如果這樣理解的話 愛情 它就是一場修煉 怎麼在想愛發展自 那個我直的情況 又要控制我直 又要做自他話 他想聽什麼話 他想吃什麼飯 他想穿什麼衣服 他又希望我穿什麼衣服 就一場 大大的修行 很辛苦 很辛苦 要這樣做 所以這個就是愛情的課題 要運用智慧就是這樣子 我並沒有叫你要去出家 但是如果出家 也不能不理解得到 因為這是眾生的根本意 你現在應該聽懂了 你現在應該算是聽懂了 聽懂了就算懂到你了 那就可以來出家了 但是如果面臨分手的情況 你要知道 你要進入到分手狀態 去觀想 你才能 你不一定能幫助你的朋友 但是你要自己進入那個分手狀態 你才知道他是怎樣發生的 你不一定能幫他嗎 要看司機 要看人 有的人沒辦法被幫忙 越幫越忙 那我的雙胞胎弟弟呢 就是被人家甩了 他都在甩人 黃鋼啊 上網查一下 馬上Google就知道 黃鋼 就跑出來 而且Google 不是 那個Facebook太沒意思了 每次我的相片PO上去 他都直接標我是黃鋼 好討厭 我到底刪除 還可以 不然就變成Take他了 他有一次分手 他是被人家甩 被他的學姐甩 關在房間裡三天不出來 他娘都快抓狂了 他娘是唸阿咪索咪 我是唸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來吵阿彌陀佛 意思就是說 你是他哥哥 能不能跟他講幾句話 然後我就有去 我要去的時候 我有觀想一下 分手的痛苦是怎樣 其實分手的痛苦是 我被否定 並不是他那麼好 聽懂嗎 是我被否定 難接受的意思 不是因為他多好 你失去了一個好好的東西 會把你給批了 會把你給分手 那個怎麼可能對你好呢 所以才不是因為他好 你在難過 你失去一個好的 他在難過 你在難過 才不能 是因為你無法面對自己 那才是分手最大的問題 所以人家自殺就是這樣 就看不到 然後你就不看好了 後來是一隻眼 還有報復 報復對方 你看不起我 你看不起我 我死給你看 那你一輩子 一輩子 背著我的影 翻恨 你看他為什麼要翻恨 因為你看不起我 你放棄我 我為你投入這麼多耶 你這樣對待我 下面是不是都睡不著了 因為都在偷聽 算了我不要賣不動 吵到人家了 有人在那邊睡覺 蠻重的 一樣錄音一樣可以 是這樣 所以要記得 當他在面臨分手狀態的時候 你陪伴 你不要跟他一起罵對方 你也不要糊弄他說你好好 有時候都不一定 我如果好為什麼他這樣 你不要騙我 他會這樣講 你懂嗎 所以你不要去騙他說你好好 你可能只要陪伴 他在哭的時候 你拿衛生紙給他這樣也可以 但是呢 等到他哭完 第一階段那個風浪過了之後 你就可以跟他聊 聊的時候不要講你的意見 你只要聊出他的感覺 就敢 不要講什麼佛不佛法 不要講 講他的恨 講他的難堪 讓他講出來 你能成功就是讓他講出來 你不能成功就是讓他講出來 你不能成功就是你都在講你的 什麼眾生夜感 什麼你們兩個人夜障重 早一點分手也好 還有你那麼好不怕沒有未來 這些都是廢話 跟一個剛分手的 這些都是廢話 相信我這種話都是廢話 都讓他更抓狂而已 你腦子給我 讓他講 他如果不講 你陪他心 陪他陪著他 默默的陪他就可以 哪怕就做什麼 也可以 唯有他講出來 你才知道他的彈套是落在哪裡 你才能應他那個講法去回應 回應也不要見裂欣喜 不要 你要投石問路 他講的一句念 你溫溫一下子你才回應他一句 那離不開什麼 離不開你的感覺是怎樣 你現在如何感覺 我不知道你的痛苦有多痛苦 但我差不多 我也愛過 那我差不多可以想像得到 你應該很難受 但對不起我沒辦法像你這樣 我不是你 你要先聲明 那你也不要裝著是一副什麼愛情專家 愛情語都沒有專家 就像戒律語都沒有專家一樣 太難深奧 太深奧 我們對他要表示尊重 要表示誠負 所以沒有專家 那要不要怎麼樣 所以不要用那種愛情專家的角度講話 要用什麼 要用聽他什麼心情感覺 然後不要評論 然後默然的去感受 這是一個怎麼樣子受傷的心靈 自他患一下 這就是佛教徒在做的 當你做了這個動作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該講什麼得體的話 這樣同意什麼 那就沒有一定 方法是這 好 那麼大概就這樣了 還有問題 那是唯心盡主的說法 那不過還是 也不用說執著或不執著了 就是說我們 智具分明的念 心中知道我臨終的時候 我正願要獻見 我要往生彌陀佛建構的極樂世界 跟當下是不是 這是不會衝突的 這樣要知道 為什麼呢 因為極樂世界沒有所謂的 唯心和唯物 心物是一元 那換句話說 特別的取心 而排斥物 這是不了解唯心 那特別的取悟 不了解心 這也是過度的唯心 也不了解唯物 心物是一元 所以不做取捨 換句話說 你正在念的時候 身心穩定 有刹那之間的那種放下的感覺 那你就讓它這樣做 不要定義它是極樂世界 但是呢 明明過十萬億佛度外 有事件明約極樂 如有佛號奧彌陀 那你就照這樣聽 那我們就願意求生極樂 求生極樂是 生之時生 往是未 沒有真正的十萬億 好讓你非 沒有 十萬億不折 不隔方寸 它不就在心上 這樣 所以很重要是念佛人 當下這一念心是 對於煩惱是不疑不拒 有煩惱來你也不排懼 因為它是夢中的事 也不排懼 也不贏 也不贏 就是自己產生煩惱 不必要 那只要字句分明 正願獻解 重點呢 正願也要獻解 願什麼 願我臨終無障礙 決定刹那之間蒙佛皆因往生 這種願呢 也不帶有忐忑心 我這樣法願會不會成功嗎 不能這樣子 代疑了就不行 每發願都發疑心 那這種法 我就是發願就好 為什麼 因為不合方寸 我入彌陀彌陀入我 所以我起心動念 只管真不真 不管硬不硬 你發心真就一定硬 不用去管我 彌陀會不會硬 有關的 那倒也是 那這特別有兩個有關 第一個對實相的認知深淺 還有對念佛往生 就是歐彌陀佛是怎麼樣一尊 怎麼樣子的 歐彌陀佛這樣子的修行 念這句佛號的修行 是不是跟實相相應 信得過信不過 接著就是跟你念佛專不專注 因此就是有關 所以算法華這個西方修詩相應 是的 是實相 但他也不捨得發聲音 這樣 好 那麼時間到了 這麼晚了 大家門店要出發 天啊 explored這個法華瓣 沒有差別是實相說 是可以說沒有差別 因為 大智慧度 大智慧 就是指能見實相 OT脂肺 我要依大智慧 會陷起這個大智慧 大智慧不修你光念 為什麼會有用 因為大智慧不離自信 那念阿彌陀佛也是這樣 這有不同 但是別忘了 歐彌陀佛可是一尊佛號的尊號 那就帶著他的本願跟加持 所以他具有他力的功能 那摩托波羅波羅蜜多 只有自力的功能 差在這裏 那摩托波羅蜜多 比 又沒有多 那摩托波羅蜜多 比 一個是有加上智力 加上差力 一個是純智力 那摩托波羅蜜多 懂了吧 好 休息了 明天的話呢 明天的話是早課是五點半 是大三歸一 起得來就起來 應該起來了 你準備吃早哉了 這樣 然後七點半基本上我要出發 七點啦 七點我要出發 因為那裡是八點半 你們就看啦 願意再做一點什麼工作 沒關係啦 同學來的話 讓你們敬禮一下 這是一個全民運動 這不是一個出家和宗教師的運動 他早晚之一去 他應該是一個全民運動 只是太不容易 不容易就是了 因為我們還沒準備 我們不要惹了肺被癢癢 不需要 但他基本上是一個心靈感造的運動 或者心靈重新再認識宗教的運動 我今天都講了嘛 三千年來 中國人實際上在正規的教育之外 拜祭祖宗教 就是這樣 那麼好 那麼這個呢 希望年輕人也能夠多注意 因為這帶著 帶著人的菩提心 這個事情都是由菩提心發出的 所以你看 國慶律師也好啦 大洪法師也好啦 這些都是大盲人 惠律法師也好啦 為什麼他們都能夠鼎翼相助 這已經是嚇壞了政府 為什麼 因為這些人是從來不出來的 是自來 二十年來 從來不出現的 怎麼這一次一起出現 他就知道 背後有人 背後有特別的思想在知道 是這樣 所以那個人權大律師 就是那個李永然 台大法律系的 他很老道 他好幾次跟我講 法師啊 我們在創造歷史 讓一個人權律師講這個話是不容易的 他跟我好幾次講這個話 我很感動 我很安慰 因為本來是我自己在這樣講 我也不好要求別人這樣講 但我知道這是歷史之間 絕對是一個錢無古人的歷史之間 因為錢無古人不能做啊 都在帝制之下 你怎麼能做 你宗教這麼龐大 你要跟國家平起平坐的定契約 你算哪門子啊 你簡直在挑戰我的王權嘛 不可能 中國是世界在地球表面上 最久的帝國主義 是這樣 那已經如由入面了 到現在我們老百姓還是這種想法 還是這種所謂的奴役的想法 一種所謂的 所謂的王制的想法 你看整個中國十三億人口 十三億人口 對於他的政權這樣子的一個政權 基本上並不是決然排斥的 只要說好好讓我過生活 這樣就好 那麼這個當然沒問題啦 我們佛教也支持了 他目前要慢慢過渡 但是民主在佛陀的概念 佛教概念裡面就是為自己負責任 並且為別人的福祉而努力 他需要這樣做 他需要這樣做 當年在帝制的時候 說不任讓你這樣做 這叫做貢業 懂嗎 昨天有一個思路在問我說 為什麼可以把妻子做布施出去呢 妻子是個人又不是欺慕 怎麼可以這樣子 對我們女人非常不公平 對 那就是因為在那個環境之下 經典就會這樣記載 經典就會這樣記載 沒有辦法 因為貢業是怎麼樣 在今天這個時代 傅聖會這樣講 這樣了解 所以說 不是說因為古人可以這樣 我們也跟著這樣 環境變了 我們要更進一步的讓佛陀子 更加的契合佛法的決心 什麼叫民主 就是大家要為國家 或者為這個社區的未來 大家出一份關懷跟意見 並且表達投票 然後或者用個什麼樣的方法 讓我們大家都好 對不對 這就是民主 他在想著別人的需要 也想著自己的需要 可能各讓一步 但是重點在於讓大家好 而且是你自己出力去讓大家好 這叫民主 那什麼叫地制 什麼叫專制 他就說都是你 你過你的日子了 你做你的家族 我也搞我的家族 所以華人文化裡家族最大 對不對 因為皇帝不過就是一個家族 他搞了一個大家族 我搞了一個小家族 蘇中山不講嗎 中國人只有家族觀念 沒有國家的觀念 本來就是這樣 國家是誰的 誰搶到誰的 自古以來就是這樣 現在不是 國家是一群人 共同意志所投影出來 我要為我所愛的人 為我自己負責 這就是民主 但是對自己負責人是很辛苦的 很辛苦 找尋強人替你負責任 最管用的 讀正式學的人要知道 這就是所謂的 為什麼一直以來 就會有這種 這種所謂的 權力的傲慢 也是這樣掌養出來 民主當中也有專制 專制當中也有民主 不互容 人性而已 所以我們今天是要 宗教家要自己提出一個價值 並且自己賀蛋一個價值 所以如果宗教基本法 它的本質上是 是指宗教家自己 要找到自己的責任 就是你們 你們是宗教徒 宗教徒對待這個地球 對待這個社會 有沒有責任 有啊 不然怎麼叫大聖法 對不對 所以來聽聽這個道理 就是在學大聖 好吧 師父請問一下 這樣三個月下來 那你師父對台灣這個經理的了解 已經大半評估了多少 沒評估 因為還找得很 還找得很 還找得很 還沒那麼容易 那是冰山一角而已 你怎麼評估 你評估那個一角沒有多 還要好多 好長一段時間 真的真的 我自己看法也都是這樣 而且甚至有的 對 還在還在迷惑當中 好 我們回向 眾生無邊緒願度 眾生無邊緒願度 煩惱無間緒願段 煩惱無盡緒願段 煩惱無量緒願學 我道無上是願成 我道無上是願成 自歸以否 自歸以否 當願眾生 以解大道 發無上心 自歸以法 當願眾生 當願眾生 深入境障 身入境障 智慧如海 自歸以身 當願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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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理大眾 一切有關 願意識功德 當言國境度 雙言同境度 相報四重恩 相報四重恩 下積三奪主 若有見聞者 若有見聞者 激發菩提心 激發菩提心 盡此以報身 盡此以報身 正激樂佛 阿摩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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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眾經激 多謝